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没事 走 辉哥 辉哥 来 坐 来我们C2工作 对C2了解有多少 在干都很有名气 大企业 给的工资也不错 就这些 我本来觉得 这些工作可能还挺轻松的 今天看来 好像没那么简单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想接触 清哥给我面子 我得接着 我觉得 我的能力 对得起这份工资 我这兄弟把你当成自己人 今天请你来 本来就想跟你喝两杯 我这人有毛病啊 我有言在先 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人 来 上午的事过去了啊 不好意思 薇哥 喝不了白酒 好 跟沙主管在一起 就可以一醉方休 到了我这第九屋专 什么意思啊 是防这酒杯里的酒 还是防我这人呢 您误会了 真喝不了啊 你跟着我这兄弟啊 算是跟罪人了 他这个人义气的 但他有个毛病 怎么说都改不过来 看不清楚人 人鬼不分 人什么意思 没听明白 你看 同时办了这么多张信用卡 你这朋友很聪明 藏得很好 可是他忽略了 通过特殊途径办的卡 后台是有备案 干都禁毒支队 什么意思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没明白 反应很快啊 运气也不错 把人出来混 光靠反应快 靠运气好 会暴死的 知道吗 你这条面已经浪费了 六分之一的机会 刚才那回答不对 想好了再回答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啊 叔 那些卡 是把一个警察朋友帮我办的 谁 一个黑警 他欠我的 外号叫十三一 喂 刘远 喂 十三一吗 十三一 谁啊 你打错了吧 不好意思啊 打错了 喂 喂 哪位 知道我叫十三一的 就那么几个人 绝对没有你 说 谁告诉你的 说话 你耳朵里塞驴毛了 干什么 我要办卡 办卡 谁告诉你耳朵办卡的 啊 是哪个家伙又求我办事 又顺带把我给出卖了 是干天雷吧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好事 她的嘴是不是没机腰带啊 这么怂 还想当警察呢 活该她穷死了 开除都算轻的 她的卡都是你办的吗 干都禁都支队 你是谁 我是谁能告诉你吗 废什么话 我等着你来投诉我是不是 想办卡让干天雷带着前来找我 钱有多到位 事就多到位 什么情况 银行后台有记录 她把那每一张卡 都是以我们支队的名义办的 这谁办的事 太不理所了 她抬局 她 也不怪抬局 后台记录这事也是最近开始实行的 银行要确保每一张卡都有迹可循 雷克不会有问题吧 在世应该是安全的 今天这个节 算是把她折过去了 你赶紧去趟银行 把这个绕动补上 他们肯定还会在场 好 我就找台去 还有个事你得跟我说清楚 从你办卡的日期来看 你是有目的地要接触的 你跟我说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我女儿 你女儿 我女儿也在CR集团 我们最近 出了些问题 我想离她近一些 所以我就到了CR集团 你明白当父亲的感受吗 那你为什么找我呀 没什么文化 只能当保安 而且 想知道这个保安主管是谁 还是挺容易的 行 莱子 今天这事呢 过去了 你也得体谅我们俩 对吧 喝了这杯酒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回了 好 但是我可以 importance 一瓶儿 会帮你 可以帮你 银行卡业漏洞速步 冬子这个时候 肯定在送他女儿的路上 到这里再说吧 好吧 不用说了 再见 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 谢谢 小蕾 我以后 可能没法给你买早点了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呢 跟小暖关系也缓和了不少 她也搬出去了 所以我也想 搬出去住 我知道 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你想搬出去 行啊 我尊重你的意见 但是我这儿 我这儿的大门对你和小暖 始终敞开着 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我都欢迎 嗯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那个 工作的事情 我觉得确实也不过 我可能来不及了 我早上还有事我先去队里了啊 你 一定要注意安全 走了 行 你也注意安全啊 热不热的事 一顿白眼的 这都什么事吧 小蕾 我知道这样做 会伤你的心 但这次的任务太危险 我不想牵连到你 希望你能明白 请进 去吧 陆总 三天雷到了 你去吧 陆总 你好 能找我 对 来 请坐 找你来呢 是要跟你道歉 因为公司有一些不干净的言论 可能会给你和小暖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小暖一直都说您特别照顾他 我一直都想表示感谢 但是没有机会 小暖在您身边 我特别放心 这孩子真的很有天分 不夸张地说 他是我这些年碰到的最好的实习生 而且我也相信 小暖的将来 肯定能成为 C2集团的恶心 谢谢 谢谢 你和小暖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我估计这孩子的心结 可能是在苏灵身上 你看这个场合 也不太适合 涉及太多的私人话题 这样吧 回头方便的话 到我家里聊聊 随时 好 就这么说电话 您先忙 再见 来 怎么了 那个 您有机会接触项目部吗 干吗 现在与个案跟CR有关系 你现在在CR 不是进水楼台新得月吗 有机会顺手帮哥们捞一捞 我有任务 那哥们日夜不停地帮你打掩护 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好吧 就算没有苦劳 那咱还有坚定的兄弟情 对不对 这帮你得帮啊 你要什么 有个C4计划 我想要内部使用的C4项目书 什么 哪怕是几句内部情报也行 我不嫌少也不挑 行吗 知道了 我跟陆明总吃饭的时候 帮你探一探 去吃饭 他是不是觉得到什么了 不好说 这个人称呼很深 我看一看 行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这事成了之后 回来我好好谢谢你 我去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没时间 知道了 这戏也太过了 继续学习 薅羊毛大全 谁打电话呢 还这么大事 哪 家里 吵了一下 怎么了 什么事儿 水管的漏了 非得让我回去 我说我上班没时间 我这 又挣钱又当保姆的 不是 你家这水管 水管这么一直留着 也够废的 一个月开餐了 我在乎这个 行了 行了 别提了 有正事儿啊 跟我走 行 东西呢 东西呢 好 手艺要是对不起我给你的钱 手给你多一支 你 你这东西也太难开了 再加五百 我给你加二百 四百 不能再低了 我给你三百 再啰嗦 折到我命令下来 你带省金呢 好了 快点快点快点 苏林因为我没了 小暖到现在 见都不想见 是 你说我这半辈子 该有多失败 小暖啊 她还是个孩子 你只要能承担起 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我相信 小暖心里那块病肯定会融化 需要我做什么 来误一误这块病 别跟我和气 其实我也挺理解小暖的 我出生在一个犯罪家庭 我的母亲因此受到牵连 死于非命 我当时就跟小暖一样 因为这件事情 和家里彻底决裂了 可当我远走异国的时候 其实内心里特别希望 家里能够给我一个解释 一个安慰 甚至是一个挽留 虽然现在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们了 但是 所以啊 我不希望小暖像我一样 用小半辈子去换一个使坏 不要这样 这么丰富的精力 还能前生而退 确实不容易 你在挖苦我干先生 我对你也不是全然不知啊 你可以两道通吃 行走齐见 最后尘埃落定还能 平静地生回来 你这才叫全身而退吧 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 从苏林 拉炸弹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已经退不出来了 我躺了八年 这八年里一直都有一个影子出现在我梦里 在我醒来之后 我一直在找这个影子 但就是找不到 突然有一天 我看到了这个影子 就是苏林 所以我知道 她一直都在我身边 一直都陪着我 所以从苏林死的那一刻开始 我的生命也随她去了 再也退不回来了 好 回复原样 什么意思 刚刚是打开的钱 现在还得回复 这是回复的钱 不说话打包的吗 是开包 苏玲确实是一个 一种不同的女孩 单纯 善良 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 看上去很内向 说话声音也不大 但是只要一有香 她肯定是最兴奋 最专注的那个 她读书那几年 过得好吗 说实话 不太好 尤其是肖暖出生之后 她一个人既要上学 又要带孩子 对不起 我好像不应该跟你说这些 但是我没有办法向你撒谎 没事 我要谢谢你 跟我说了这么多 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里外外要了我一千多 是不就 你大下午的 在女厕所待着干什么 我问你话呢 刘姐身体不太好 让我帮她打扫一下 那打扫完了吗 快快快快 快走 还紧呢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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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干啥呢这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换人了 有一件事情 一直想问你 你说 我听说 我听说我们公司研究的借断药 吃多了野上瘾 这算不算是新型 毒品 借断药 它是一个新的方向 有着巨大的市场钱 CR冲锋在前 那是要分走很多人等高达 所以现在有些人 他跳起来造一些谣言 很正常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项目 还有一个开发者 就是苏联 我们零三年的时候 在一起做一个借断药的课题 当时就连负责项目的教授 都准备放弃了 我们零三年的时候 可唯独他 留在实验室里整整三天 三天的时间 就研发出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案 虽然最后没能攻克 但是他的观点 在当时绝对是前瞻性的 甚至是 最具前言的成果 借断药是他的梦想 也是我的 我现在做的所有工作 就是为了能够延续 我们两个 共同的使命 来 你对小暖的好意义 只是因为苏联姆 是不是觉得很不合思议啊 离今天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失去了 才会觉得宝贵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会越发觉得太宝贵 就没少喝呀 酒没少喝呀 很多你也没这么聊过天了 我相信 这顿饭之后 我跟你肯定能够成为朋友 那我行 你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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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给你留个名片 这上面的号码 赚出你一个人的 是 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 尽管打电话 当然了 如果以后我有事情找你 作为朋友 你也不许继续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办得了 而您办不到的 成人的世界里 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 但是不管你选择什么 你都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我一定会做你的 这么多事 你都要承担 我只想做这个 你都生日快乐 来 我们已经有密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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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陆明松跟谭家是什么关系 你和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 你有情绪很正常 我认为你们需要一个缓和期 你可以逃避 甚至仇恨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最终的选择 就是选择原谅 我是一个过来人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用刀子去说最亲近人的软肋 只能让你更加地痛苦 坦然面对 可能你会更轻松一点 她是我的母亲 一个苦命的女人 她这一生 过得非常不开心 可我当时并不理解 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但天人两隔 她再也看不到 我为她做的事情了 所以小暖 我不希望你走我的牢 我明白了 喂 小暖 你家大人又送我买了 谢谢 沈暖 我的幻影乖乖吃饭 吃饭 来 等啊 你怎么又来了 我给你送饭来了呀 我跟你说了一万次 让你不要来不要来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你这天天又是送饭 又是送水果的 我同事全笑话我 我以后还怎么工作啊 我是你爸 他有什么可笑话的 都是带着爱做的饭 你是不是学路总了 我知道你跟颜老妈在想什么 他堂堂一个大公司老板 我 一个小破实习生 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我 我们 其实也没 行了 行了 你下次再给我送饭的时候 你就偷偷地送 咱俩一个个地儿我过去拿 明白了 今天是不是又是发点炒蛋 我要吃糖醋排骨 好 我先给你做 今天先把这个先吃了 好不好 王姐 你现在这个消费水平不可以啊 工资搭也不错吧 一两万吧 还行吧 六万五 这么高啊 那这对你请啊 你这一下子就吃了我半个月工资 半个月工资啊 太少了吧 那 你一个月就几千块啊 你现在干什么呀 人民警察 警察 警察 警察这工作适合你 我记得上学那会儿 对吧 天天追着男生跑 都是为了正义啊 那我们为正义干一杯 好嘞 人民警察 对 王姐 我听说你们公司是世界顶尖的科研集团 是这样吗 对啊 是这样 我最近啊 正在调查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 需要涉及到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 就是刚好和你们公司性质差不多 所以我想要是方便的话 能不能帮我弄一些资料 可以让我研究学习一下 小蕾 我就说 没那么简单吧 绕了一大圈还是有事 不是真不是 不是正好说到这儿了吗 就看你能不能帮上我 你呢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这个随便给别人提供自己公司的资料 那是大忌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我以后在圈里还怎么混呢 再说了 要是让我们老板知道了 肯定第一时间就开了 放心 不会让你们老板知道的 你要是方便的话 就帮我找一些资料 那你得答应我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不会 我就是拿来作为参考 你放心 行 我帮你找找看 那这顿 就给你请 可以啊 我请你坐我请 服务员 我们还要加一份烤鹅干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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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格拉斯蟹 你也爱吃 是我知道你爱吃 需要喝点红酒吗 我不会喝酒 大格拉斯歇 真是太救援的记忆了 记得当年我在洛城的时候 可没少从你妈妈手里敲诈 那你坚信我吃这顿饭不亏啊 当然了 你知道 我为什么爱吃大格拉斯歇吗 为什么 当年我们都挺穷的 每个月挣的钱只够填饱肚子 有一次我真到山穷水晶的时候 你妈妈看出来了 结果她特意把我请到家里 给我做了顿饭吃 那顿饭啊 真是我这辈子吃得最满足的一次 就是这个道格拉斯歇 对啊 那个时候你妈妈手头也不富裕 我记得她还是从 超市里买的 晚市清仓的旁去 在我印象里 我妈妈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 是的 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过誓 无论你妈妈 遇到什么困难 我陆明宗都会倾其所有帮助她 可惜啊 没什么好可惜的 我们每个人 都要去为释怀 还好我碰到你了 你知道吗 每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都觉得你妈妈没有走远 她就在我身边 而且你学的专业跟她又这么像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我在中国 可没法买道格拉斯歇贿赂你啊 没关系啊 只要你在C4项目组里 做出一点点成绩 比买道格拉斯歇还能让我开心 当年我们读书那会儿啊 你妈妈是最会做笔记的 她的实验记录图文并茂 甚至超过了书上印刷体的图案 小暖 你要是能找到你妈妈的那些宝贝 你一定要好好看看 因为她可以直接作证 我给你的那些论文 好 我回去一定要好好找找 其实C4计划 跟你妈妈当初做的一个 戒断药的实验理论 有着相同的基础 只可惜啊 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 她的实验成果 小暖 如果你能得到你妈妈的真传 C4项目 就是证明自己的机会 如果它成功了 你知道 它意味着什么吗 你不仅能够站在 同龄人的塔尖上 同时你还能完成 你妈妈未经的梦想 只要能帮你完成这个梦想 我一定尽力 错 不是我的梦想 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要共同努力 好 陆总 那我就以水代酒 敬你一杯 好啊 来 吃 我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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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